杨纯和家境富裕的男友王迪相恋三年感情深厚 可就在半年前因为家族生意破坏 王迪提出分手 而杨纯却提出愿追随王迪同甘共苦 在杨纯再三逼问之下 王迪坦诚因为有了新的感情不得不与他分手 杨纯半年来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 难以自拔 生活颓废 可是就在一个月前 杨纯开始收到一个陌生电话 不断发来的关心短信 在一次醉酒后 朦胧间的杨纯甚至感觉王迪回到了一起生活的小屋 悄悄关心着他 那么当初王迪决绝分手 到底是因为家族生意失败 还是真的移情别恋了 半年后突然联系的神秘短信 到底是谁发来的呢 分开半年 然后整日的颓废 突然发现有人在关爱他 好像曾经的恋人回来了 抓又抓不着 这确实是挺虐心的 其实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一直就是一个有家世的人 不可能 也许他是找一女的来跟你演戏呢 人家破产了 给不了你好生活 你破产就破产了 你直接就告诉对方 我破产了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不就完事了吗 你搞这么出 搞得多负担 第二是等一下 如果他要是骗这个女孩 他骗他一个月两个月半年 他骗不了他三年 一个男人要是真的主动提出了分手 怎么可能还去每天偷偷地看他 偷偷给他发信心 根本就不需要多此一举 我更担心的是 关心你这个人 真的就不是他 你怎么办 他自己都不能够确定 到底是不是他 因为你没有见到他本人 有可能就是你的朋友在关心你 你已经产生很多幻觉了 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 他为什么不当面给我呢 我的朋友的话 我确定他要回爱了 这个女生实在太自暴自弃了 不就是个恋吗 多大个事啊 谁还没试过几次恋 你为什么你就为了一个爱情 就把自己人生全扔了 你用生命去恋爱吗 如果你要认为 一个恋爱对象 就是你生命的全部 那我跟你说 你走向毁灭的步伐 那就是魔鬼的步伐 一步一步四爪牙